嗨,各位小财神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是将来银行最新的权益解析 你们看这个画面就知道 其实我们6月到8月份 总共这三个月呢 将来银行有一个新的优惠活动 那包括将将卡也有5%的回馈 其实还蛮不错的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高利活储 甚至代扣角都有10% 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拿到这些回馈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仔细的说明的 那一样我们画面最右边有本团的跟团代码 有兴趣的可以边听边开户 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第一个主题 我们index这边有写到 是6到8月的权益更新 包括3%的高利活储 跟1%无条件无上限这个部分 第二个是将将卡的5%回馈 第三个是代扣角的10% 那再来的这三个呢 比较不重要 但是一样可能跟你也有关的 比如说账号自选 你开户的时候可以选择你自己的账号 那还有什么开户里 这边会解说 那再来还有贷款的部分 贷款我们在之前的 三家纯网银评比也有稍微说过一遍 但我们这边会再重复的 跟大家解说一次 那最后就是MGM活动 讲完了我们6到8月的权益之后呢 会来跟大家分享100万元 如果存在将来 或者是存在传统银行 这中间到底会差多少的利息 算给你看 最后的话呢 就是本团的加码活动 也是最后再跟大家分享啦 好我们先进入主题 这个6到8月的权益更新 到底是更新的哪些呢 先看第一个 大家最在乎的就是这个 3%的火储 高利火储 你可以看这个图 这是将来银行公告的 6万块以内想3% 6万到30万 总共是24万可以拿1.25% 超过的部分就是1%无上限 那因为最近FED就是连续的升息 其实国内也有蛮多银行 开始有一些小动作啦 那将来银行它也是抢头像 在5月底的时候就公告 它现在呢最少有1% 那么前6万块钱 直接给你3%高利火储 很不错 蛮封心的 那你如果多存的话呢 6万到30万的这个区间 是1.25%的高利火储 也许你没有那么多钱 但没有关系 我这边有计算过了 如果你就6月1号开始放 这个6万块钱 那走到6月30号 比如说以 我看一下我这边写的是 连续算3个月 7月1号到7月31号 然后8月1号到8月31号 总共3个月存好存满 你可以拿多少呢 6万乘以3% 然后乘以这个365分之92 刚好就是30加31加31 是92 算起来是453.6 等于是454元的利息 这个差蛮多的 我觉得这个3%高利火储很不错 你不用存30万 你至少要存6万块钱 然后存满92天 就可以拿到这样子的利息 很推荐 那这个利息什么时候给呢 它的游戏规则有写到就是 每个月的20号来结算 每个月的21号来汇利息给你 如果你在6月1号 已经有存钱的话呢 你会在6月21号拿到第一批 也就是99元的利息 那你钱都不要动 放在主账户就好 7月21号会有第二批是148元 那8月21号会有第三批 会有153元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第9月21号 会给你54元 所以这样加起来 就是刚刚讲的434元的利息 请就是一定要把握机会 把它都拿到这样子 那再来要讲的是 5%的刷卡回馈 其实将将卡 大家都还蛮喜欢的 我必须讲 这个东西在网路上 有蛮多的回想 因为刷卡任何通路 基本上排除稿 缴税缴费之外呢 这些都有回馈 所以这张卡片 其实真的是 小资组无脑刷 你办不下信用卡 开个户也可以刷 只要账户有钱就能刷 它是签账金融卡 账上必须要有钱 才能够刷卡这样子 一样 6月1号到8月31号 总共有三个月份 每个月都可以刷5000块 最高可以拿250的N点回馈 那这边有写到一些 相关的细则 跟大家解说一下 这个5%是以 基本1%无上限 再加上指定4% 那每个月呢 可以拿200 所以回头一下 就是一个月可以刷5000块钱啦 它是以日历月来做区分 所以 6月1号到6月30号 是一个月份 7月1号到7月31号 是一个月份 8月1号到8月31号 是个月份 那很多人会问说 那9月之后呢 没有人知道 9月之后到底回馈是多少 但是呢 你如果是3月底开始 就有这个产品 有开始在使用的话呢 4月份5月份 都有拿到了 6月7月8月都拿到 所以其实你都可以持续的 使用这个产品 然后继续赚5%回馈 很不错 那还有什么通路可以呢 你们可以看我这边的图片 这是我之前使用讲讲卡的这个通路分享啦 最左边这个是我去City Superb去买东西 用这张卡片直接感应刷卡也有5% 或者是在PC Home MOMO买东西 网购也有5%回馈 中间的这个右边一点 这是我去大溪威斯汀 去度假的时候 它里面的一些面包店 或者是饭店里面的消费 用这张卡片刷 一样也有5%回馈 那最旁边这个是我去看电影 看电影你买电影票 也是这个95折 所以蛮爽的 唯一的缺点是什么 唯一的缺点就是 一个月只能刷5000块真的不够用 我真的希望说 将来银行他有听到我们的 这个大家的心声 将来可不可以让我们一个月可以拿个 比如说500点 那你就是一个月刷1万嘛 这样就蛮爽的 可以拿到回馈就多一点嘛 不然一个月刷5000 真的是感觉上有点少 全部都关下去 一下就满了 蛮可惜的 那还有什么通路有回馈呢 这是我自己测试出来 这个蛮妙的 也就是 就是我在拿到卡片的4月份 就是前两周 就是3月底申请嘛 然后4月初拿到之后 我直接刷100美金在eToro 结果事后呢 诶 确定是有回馈的 他在4月14号的交易 然后呢 现在确定就是有拿到2895元 就1%跟4%都有拿到 我就觉得 诶 可以拿来做投资 但是他们什么时候会把这个封起来 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有这种 刷卡投资的需求 这个你可以就是考虑使用看看 不过呢 这个盈亏自负啦 因为这个在台湾并不合法 所以我也没有鼓励大家一定要去做投资 不过你有兴趣 你可以自己参考 下一个 这个账单代扣角10% 这个也是蛮妙的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家里面如果有中华电信 水费或电费的账单 你可以在将来银行的APP里面 打开之后呢 把你的基本资料输入完毕 那按确定送出 他就可以进行这个代扣角的设定 如果你不想要做代扣角设定 你想要取消 你也可以在APP里面做操作 这个将来有机会 我会再写一篇文章跟大家分享 但是这个其实不困难 这个活动是从6月1号走到10月31号 那你只要有完成一次代扣角 那接下来他每个月就会持续的扣款 包括你6月份 如果你扣一个500块钱 他就回馈50元 那6月份到10月份 只要有扣款差4次以上 你就可以拿到最高200N点的回馈 这个我很推荐你就是使用 你家里面的账单 你稍微看一下 这个电话费的账单 或者是水电费的账单 如果有一个月500的就拿来扣款 这很简单 像我家的话 水费是 6月份收到的账单 大概是487元 我就觉得 很适合拿来做扣角 那也许我下个月 这个角 就是扣掉之后呢 我就可以再赚个48.7元 或者48也不错 所以推荐大家不用找 账单金额太高的来做扣角 只要找差不多500块的 然后每个月扣角一次就可以了 这也是很好解任务的方式 现在开户有什么好康呢 它有基本 开户就送200N点 200N点等于是200元的现金 怎么做呢 你开完户之后 你第一次登陆江南银行APP 它就会送你200N点 那你也别忘了 就是把钱汇进去你的江南银行里面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 这张签账卡 就可以进行刷卡了 这是账户有钱才能刷 这不是信用卡 所以里面没有钱是不能刷的 那你如果第一笔交易 刚好是200元的部分 在刷卡交易成立之后呢 你的200元会被签存起来 那你账上 如果你的N点有打开 这个及时折底的功能的话呢 你的200N点会立即扣除 然后它会直接变成200块的现金 到你的账上 那厂商今晚大概就要三天的时间 所以你等于是这200块会有三天的利息 你可以先拿到 因为它等于是直接扣除200N点 直接给你这个200块现金 那三天之后它把这个扣走了 等于是你不用付这笔钱 所以我觉得将来N点 其实算是蛮有趣的一个产品 很好用 等于是200块现金 那如果你不喜欢N点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输入这个推荐码 Lioners Lioners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相关的赠品 所以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活动 你可以去网上找 那本团一样也有做这个MGM的活动 你有兴趣也可以参考哦 那再来就是 开护理之外呢 其实还可以做账号自选 我这边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三四百位粉丝朋友 已经来做回报 有跟团回报 那很多人的这个账号 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手机号码 我自己核对一下资料就发现说 对耶 所以大家其实如果 你不知道要想什么号码 或者是你要的这些特殊号码 1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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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都没了 那你就使用你的手机号码 那这样子人家要转账给你的时候 其实你也都背得出来 你自己的那个账号嘛 就是还不错啦 所以不太可能跟别人重复 除非你后来这个号码就是不要了 不然的话基本上 号码跟你一辈子用这个账号 其实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将来现在开户有赠送 每个月有跨行转账66次 跟6次的跨行提款免手需费 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多多把握跟使用的 蛮好用的 再来这个贷款的部分呢 它目前的活动是1.58% 最低 那每个人都拿到这个利率吗 不一定喔 如果你的信用状况不好 或者是你的还款状况不太良好的部分 不是一个机优的这个工作 它可能就没有办法给你这么低的这个利率 它的利率可能都是军工教啊 就是这种稳定职业的 或者是前100大企业的才有可能拿到这么低的利率啦 所以你在深代之前 你还是要先确认一下自己的这个信用状况 那最低的开办费是399元 我们来这边看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是我之前整理过的三家存网银的比较表 你会发现最右边将来银行其实是最具竞争力的 比如说它的利率1.587最低 那手续费也是399最低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 不过这中间还是有一个小小的makeup 你还是要特别注意就是 这种信用贷款它都有所谓的锁定还款期限 你必须要就是绑约绑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解约 所以将来银行是要绑一年 你借下去之后呢 那个利率比如说你借72期 你前12期一定要还 第13期之后你才可以全部还期 不然你就会就是违约这样子 那那个Line Bank是比较友善一点 因为Line Bank它只绑一个月 所以对于资金的灵活运用度上面 我个人觉得这个连线银行 是比将来银行还要好的 但是如果你能够拿到最低的1.58%的利率起 那也许它对你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提供给你参考 那再来大家最在乎的就是这个 好友MGM活动 有没有延续呢 答案是有的 我上官网查询 它是6月1号到7月31号 一样有做这个MGM的邀请活动 本团的活动本来是3月29号走到5月31号 那因为官方有延续活动 我们也就持续的让大家上车回报 那我们将来 我们的将来活动有做MGM加码 我们在最后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一些亲友也想上车 你也可以把你的推荐码 就是给你的亲友 那你的亲友上车 你也可以拿到100的恩典推荐理 这样子 那他跟你的团上车 他也有200恩典 所以这个是不吃亏的 你就可以考虑 就是邀请亲友上车 那我们再来聊一下就是 如果你存100万块钱 在将来银行跟传统银行 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差异呢 我直接算给你看 如果你是存100万在将来银行 以31天的利息来算 可以算多少呢 因为他这次比较特别是说 0到6万块是3%年息 所以我算给你看 6万乘以3%除以365分之31 是152元 那6万到30万这中间是1.25%的年息 算起来是254元 那30万到100万的部分 它是1%年息 所以是594 所以152加254加594 刚好是1000块钱 所以存100万一个月 可以拿到1000块钱 从6月份存到8月份 你就可以拿到 大概接近3000块钱左右的利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小确幸 还不错 这100万存三个月 就给你接近3000元 是算蛮好的 提供给你参考 那如果你把钱 放在普通银行账户 以台湾银行的利率 0.08来算活期 到底利息是多少呢 这边有算了 100万乘以0.08乘以365分之31 等于是68块钱 所以你1000跟68相比 就差了14.7倍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有闲钱的话 我会很建议你把钱 放在高利活存的数位账户里面 或是存网云的账户里面 你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利息 那放在活存 也比放在定存还要好 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升息的阶段 所以任何的一家银行 都有可能随时会调整你的利率 那如果你的钱是放在定存 你只要解约就会打八折 那其实就不太划算 所以我觉得 这种高利活存的账户 是多多益善 然后钱能够多分散就多分散 而且它也保有机动性 随时把钱提走 转到其他银行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最后来分享的是 我们本团的MGM加码了 因为本团的上车其实蛮踊跃 就是从3月底到现在6月底 大概有1400多人上车了 那每一个人 有跟团上车的你来回报 你就可以以你的会员等级来跟我领奖 比如说一般成员就拿50积分 可以兑换小期50元 或是某某红利金50元 那这个东西呢 它的来源就是将来银行给我100块 我给你50 就一个人一半 这很正常 一般人你都可以找这种 看有没有什么部落客有送你的 有网红有送你的 你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那如果是本团的VIP成员 就是悠悠班的话 我就给你100积分 100积分你可以换小期100元 等于是银行给我的50 银行给我的100 那我就给你100了 那如果是超超级VIP我的基础班成员 你就可以拿200积分 可以换小期200元 哇那就是银行给我100 我再给你200 我还倒贴100块这样子 所以这是对本团好的部分 那这是原始的 现在活动已经延长到7月31号 你有上车的朋友请你赶快来回报 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有相关的回报连结 记得点一下来回报 那现在呢 因为本团有1400多人上车 所以我现在做了一个加码的活动 门槛设高一点点 就是希望大家来共襄盛举满2000人 那么从3月29号上车回报的人 你们可以再加码拿50 一般成员的话 就是50加50就是拿100 那右半成员就是100加100就变200 基础班成员就是200加200就变400 所以这个是希望大家 毛起来赶快推荐亲友来上车 那么人人都有讲 你先拿50的 我会在活动结束之后呢 再请正讲小天使统一再汇50给你 所以你账上一定会有100元 你就可以拿来做兑换这样子 好 那本团目前截至 6月20号已经有1416人上车 那我希望就是再冲个500多人 冲到2000人之后呢 我们就来做加码 当然如果我们有机会冲破3000人 每一个人再翻一倍 冲破4000人再翻一倍 等于是银行给我的好康 大家都全部带回家 我觉得这是最开心的 做这个不是为了赚钱 做这个是有成就感 然后能够跟大家一起 就是开开心心 这是最重要的 好 那最后的话呢 这个是我自己在使用江江卡的 使用情境 做了一些拍照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其实是还蛮令人觉得开心的事情 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 跟我一起来 领略江江卡的美妙之处 那有机会就多多使用它 多多省钱 毕竟买任何东西都是95折 5000块以内每个月 在消费里面都是95折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也把这个好东西推荐给大家 我是宝格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